针对台北市松山护震事务所出现确诊者 金融市长刘昌证实 这位确诊民众是金融市民 他的配偶在台北市补习班工作也同时确诊 这个案例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跨线市合作的一个案例 事实上这个个案到目前为止 CDC还没有给案号 所以并还没有一个 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立案号的一个案例 不过我们在今天早上 这个从医疗单位接收到这个咨询之后 我们疾管单位就立即进行相关的一个疫调 那也掌握到我们的这一位市民是在松山的护所来工作 那他跟他的配偶 他的配偶也是在台北市的补习班工作 两个都是确诊 那我们掌握到这个状况之后 就立即展开相关的一个疫调 刘昌强调这是一个好的跨线市合作案例 金融市政府中午接获台北市卫生局联络后 立即进行相关疫调 大家一起合作希望即时切断病毒传播链 我们这两位市民都是当然是居住在基隆 不过生活圈交友圈跟社交圈 基本上都在大台北都会地区 这也是我常常在讲的 北北基桃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 密不可分 存此相依 所以这个防疫的工作一定要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在今天中午 我们也接到台北市的一个联络 所以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加紧的进行调查 来厘清相关的一个感染源 那我相信现在疫情已经到最末了 那大家一起快速合作 然后这个赶快快速匡列 把这一个个案的一个相关的可能的传播链 把它切断 而对于9月开学学生要如何上课 台北市长柯文哲规划 采班级5人 线上20人的混合班方式 金融市长刘昌则回应应由中央做出统一规范 有关于教育的一个方式 特别是在9月份开学之后 要做很审慎的一个研议 那我个人是觉得 是中央最好是赶快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做法跟指引 全国一体适用 这样会比较好 另外对于中央有意比照去年发放振兴券 牛昌大表赞同 同时建议增额度加快发放速度 其实包括这个中小企业 包括围形企业 也就是5人以下的这种围形企业 甚至是包括有很多 我们台湾话讲说 头家和减心楼 这样子的这个围围形企业 其实都是真正需要被纾困 而且就穷就极的一个对象 那现在中央提出这个振兴券 我觉得当然是好的 当然我希望额度多一点会更好 然后尽快的来推动这个政策 我想这是社会很多大众 大家也期待 那希望越快越好 然后越多越好 至于市场分流管制措施 是否会随疫情去缓放宽 牛昌强调任需是疫情需要 农庸市政府这两天进行市场摊伤 疫苗施打 就是希望恢复消费者信心 让大家都能安心购物 再逐步解封松绑 记者张祈腾 接下来我们报道